第22季第四集 其實我們沒有開樓攤 之前花了很多時間拍一部非常精彩的影片 現在將時間交給Transformer之父 由於時間關係,我們收到介紹這個變針光Studio系列 先介紹這個Leadercast的淤泥 這個淤泥非常之大 今次Studio推出86系列 已經推出了第三隻Dialbox 這隻是雷龍的淤泥 一隻很肥美,像天王一樣的肥美 像是燒鴨 頸部有點短,很搞笑 比較接近動畫形象 但身上德哥最愛情報量 非常之精彩 而變形也秉承上兩隻的結構 因為它是Leadercast 很多細部位都可以幫你做到關節或遮蓋位 其實這個恐龍形態很漂亮 例如恐龍的細小腳在前面 已經幫你做了腳趾關節 又做了左右靈 基本上這些是 如果你出生就不會有的 但Leadercast 它可以幫你 有本錢可以做多一些這些美髮 後腿更加多 尾部很粗 頸部很粗 好像Mimito 海鷗 可以移動一下頸部 海鷗 嘩 嘩,好笑 喝水也可以 龍不喝水也不敢用龍頭 嘩,基本上河洞是非常之正的 變形也非常之簡單 三十一個步驟 我們就開始變一變 對,先把他打開 好像白蛋一樣 嘩,有排骨 嘩 這裡就打 哎呀,對不起 這個不應該掉的 這個不應該掉的 但是掉了也都 沒問題的 是難的 玩鞋子寶這些 不用太擔心 嘩,多謝Ricky師兄 Ricky在這裡 謝謝Ricky 謝謝Ricky 比較簡短 對,簡短 但我們之後會有無緣無故多了一閘 把前臂收到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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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上半身 之前兩隻恐龍都是類似這裏用的 就是反轉它 吸ыми彈膘 令到成根光鋒的 ��면 RAM 一转头才有 这个是下半身的鞋 其实是非常直角变形 反过来就是鞋 这个变形很舒服 完全是不用想的 后面这边就完全补回 后面那些很MP的结构 对 极度流畅 整件事很粗壮 这个脚板也是这样摺出来 就是两个脚板 转回转 收回两只鞋 收回龙头向下 就是这样 通常Transformer都是拍照正面最安全的 再移动两只手 转回转 然后把拳头拿出来 这样就很快就完成了 看到拳头的偷胶位 其实已经把所有的四肢 遮住所有的偷胶位 挺好 这些卡有这个好处 就是把所有的位置都做得完 DKMM先生说 拍到其他比例不适 很适合 拍到其他 哪一只 对 很有趣 所以今次的Studio 把恐龙拍完 用全部用手Leader Cast的方法去做 是很特别的 这件事 因为过往都不会用那么大的比例去做 整只恐龙拍出来 很漂亮 很漂亮 有复古的造型 但是可动 就是现代级可动 本身外观的情报量 都很追得上时代 腰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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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贴地都做了 大佬 这种很减钉截铁式的贴地 就在这里切刀 但是也挺有趣的 对了 整体是适合的 整体是适合的 整体是大大够的 非常唱快 对于你是一个 喜欢G1的玩家 这种类型 爽快的变形 我是非常之喜欢的 而上色也是漂亮的 是 事实 因为真的不需要 特别是纯粹的 颜色的配搭方面 也是做得非常好 因为它就算是 啤色的颜色 也混得漂亮 即是原色 都可以 没错 所以这款鱼 又是在Transformer 玩具系列来说 都真的 站在有多高的位置 质素 对了 还有这个 劍龙和飞扑 都未出的 希望快点出 可以齐一套五个 的熊龙牌 嗯 几快 这些就先玩了 下次再有机会 和大家玩其他的影片 我们还可以拍一次 那我们还可以拍一次 拍一次可以 好吗 哦 转头见 起码可以 好 或者我们 不知道 可以开一开 相声 就在下手 有没有有点 有哪些镜子 好吧 谢谢大家